然后我来讲这个鲁冰 可是讲话不太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师之 夫妻好心情 耶 这次一次成功 你干嘛那么快 急什么啦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真的很晚了 因为我们刚刚啊 去开房间 去哪个hotel 所以就不小心弄得太久 是这样子的啦 你赶快解释一下 我怕听这种误会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桑案啊 这个平台 是因为我太久吗 不是 先说明一下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在听podcast的应该都知道 什么叫做clubhouse吧 对 对就是 那个苹果手机用户才能够使用的 对就是我们变边缘人的 对然后我们彻底边缘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用苹果手机的嘛 对 那还好就是soundon 他们就是有推出了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soundclub 对 就是跟那个clubhouse是类似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今天就是心血来 常想说来开个房间好了 对 就不小心就认识了别的主持人 很开心 对 他们主持人是XL号月儿带的主持人 然后主持人是凯西 对 还有他男朋友薰 然后我们就不小心聊了很久这样子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听众 对 对 然后我觉得 真的这个平台真的很有魅力 对 对啊 就是我们真的完全素媚平生 可是我觉得因为用声音的方式认识彼此 我觉得立刻就可以有交心的感觉 对 很有趣 对 而且会让人想要留下来的话 那应该就是会因为是某一些原因吧 比方说因为这个主题有兴趣啊 或是对这个人说话的内容 或是节奏有好感 才会留下来嘛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还蛮特别的 对 我们之后应该有机会可以去fit他们 对对对 他们也可以fit我们 有这样的合作 因为他们的这个节目叫做XL号育儿带 育儿 对 就是养小孩的育儿这样 对 就是那一个袋鼠的育儿嘛 对 对 然后就是他们在主要在讲一些育儿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啊 或是一些小故事 可是不是他们这一对男女朋友主持 是这个Kathy跟他的姐姐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应该会有蛮多不错的火花 对对对 对啊 嗯 很期待 好啊 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夫妻好心情啊 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事情要分享一下 对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也是 就是宿妹平生的一个听众 他的名字叫戴比 嘿 他是女生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他的老公应该叫做戴圆龟 小孩叫做戴齿 然后女儿应该就做戴橡皮擦 那你知道戴比如果不见的话 如果他失踪的话 他老公会唱一首歌叫什么歌吗 小擦擦 比雷 比雷 很无聊耶 好那这个戴比呢 是我们算是新浮出来的一个新听众 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缘分很奇妙 他是我们忠实铁粉P小姐的朋友 对因为他们并不是P小姐介绍他来听的 是他也是臭巧听到 对不小心滑到 就连来连去 对 然后说 诶你也在听夫妻蠢聊天 诶 没想到就是鼎鼎大名的P小姐 P小姐 P小姐 我要帮他做心脏按摩 对非常开心 然后就是跟戴比也是有一些对谈嘛 他有私讯跟我讲说 他觉得诱饵是一个很奇妙的生物 他说诱饵啊 就是一种勇于认错 可是绝不改过的一个生物 好贴切啊 对啊 非常有道理 想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被安慰到 对你说的没错 真的 对然后他是水瓶座的 所以他就有点播说 就是他想要听 因为他的小孩也是水瓶座 对女儿 所以他想说 想要点播一个情境 就是水瓶座妈妈跟水瓶座女儿的对决 互相伤害的对决 对对对 好 那的确这个是还蛮要挑战性的 对 所以你要准备一下 对 我下一次再来分享 好啊 就在我们某一集的番外篇 大家可以听听看 对对对 我也不讲是哪一集 所以大家要锁定收听 对没有错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一个新的星座 对 双鱼座 对 好 那就交给你咯 主持帮 好双鱼座呢 其实我 我其实有很大量的性格是双鱼座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月亮在双鱼 对 月亮在双鱼的个性呢 我先讲一下月亮星座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较是亲密的人才可以看得到的我的隐性的性格 像是伴侣才看得到的 对对对 然后双鱼座其实是一个很不切实际 幻想 然后很就是 其实你说好听一点 他就是很浪漫 很多情 对 但是说难听的话 他就是会变得比较 不切实际 对就是会乱花钱啊 然后就是会容易 无意识的牺牲奉献 这样子的一个 有耶 我非常的哦 真的 可是你都不是为家庭奉献 不是为太太奉献耶 竟然是为公司奉献 对其实我在公司上面 我真的算是牺牲奉献型的人 就是因为我是音乐管理的嘛 然后我在有一段时期 我就是疯狂的买CD 然后就是 然后灌到公司的音乐库里面 对虽然我可以就是用公司的钱来买 可是我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钱 然后就是当作是我的收藏 同时也贡献给公司 我不敢算有多少 反正我就是真的是长期以来我是 我把公司就是我的电台当作是 我觉得很像是一亩孟田 然后我在耕耘他们 其实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因为我在我在我灌的音乐中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很多 我觉得很像是我在灌溉一个幼苗 然后它无意间就长成一片森林 然后其实这一片森林 其实是可以给很多听众 很多很享受的感觉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你太太对你责怪的眼神 对 所以其实我是从2018年 我才大梦初醒来觉得 我到底在干嘛 我怎么就是无意识的奉献这么多 其实这个状态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发觉的 因为其实双鱼座有一个个性 叫做自欺欺人 对 我从我自己的经验 我就是可以为双鱼座这个星座 下一个很精准的定义 就是他们不会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 就是譬如说 如果双鱼座 我不是说双鱼座全部都会这样 但是说如果双鱼座 他有一个想要奉献的东西 他会一直 其实好像有点对他不利 可是他会一直骗自己说 那个是很好的 那我在 我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 他如果是发展的很好 他可以成为一个名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双鱼座的很多名人 他是有很大量的 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比方说有谁 好比方说 华盛顿 美国国父 然后呢 贾伯斯 对 你看 他是怎么样 就是他 他虽然是一个创业家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 把这个手机 就是发展成 就是适合每一个人用 对 他其实是很有创造力的一个星座 对 然后还有爱因斯坦 对 然后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也都是 像 我来讲一个 你会 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 就是 宋楚瑜 宋楚瑜 其实我相信宋楚瑜是 对 是很牺牲奉献的人 大家好 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参选总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对 然后 这个还有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作家 可是我觉得他很有人道精神 他叫雨果 就是 法国的浪漫派 大文豪 雨果就是写那个 中罗贯人的 还有 悲惨世界 对 虽然你知道 我们上次说水瓶座是 就是很有人道精神的 其实雨果他也有很有人道精神 可是他那个人道精神 他更多的是那种 在讲 无偿的 就是奉献的那种爱 对 就是他特别在他的 笔下 就是很多 在 就是专注于 就是探讨这些 就是 默默为这个社会奉献的人 对 这样子的角色 对 然后 你会发现 其实双鱼座的人 他很有创造力 他是一个 非常幻想型的 就是做梦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创作人 而且他们的创作 如果是音乐家的话 他们特别会洞察人心 所以他很会写浪漫的 情歌的 甚至是失恋的歌 他写起来都会比 别的星座的人更感动 我再讲一个人 就是 我们有 就是 日本的失恋歌女王 之称的 中岛梅雪 对 2月23日出生 对 还有 情歌 有另外一个 日本的创作人 叫做桑田佳佑 他的情歌也写得 非常非常的好 对 然后呢 维里安 米金玄师 对 你知道米金玄师 知道 柠檬 对 还有范小轩 他也是双语做的 然后 郑宜农 对 郑宜农也是台湾的创作人 对 好 那就是这个是音乐家 那如果是画家的话呢 其实 那个 你应该知道雷诺瓦 雷诺瓦 他很会画那种少女 然后很浪漫的 对 颜色很饱和 很丰富的那种 对 他就是一个 这么梦幻的星座 他可以创作出 这么美的作品 对 然后呢 米开朗基罗 对 你看他的 旷式巨作 就是那个 大卫相 对 他就是一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 超级大师 对 你看他的创作力 是有多旺盛 还有日本的 这个文学大师 叫做戒川龙之介 我知道 对 就是戒川奖 就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嘛 对 好 然后呢 他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会 开导别人心灵的 像譬如说 蔡康勇 对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就是非常的温暖 对 然后很舒服 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很有 就是 如果是以小说家来讲的话 他也可以不断的 就是带人做很多的梦 譬如说 藤子不二雄 对 小叮当 对 对 对 还有金庸 对 你看金庸是 男人多少的梦想的 创造多少的武侠的这种 其实他是要很浪漫的 对 他是要非常非常浪漫 才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所以应该是说他的脑子里面有很多奇思妙想 对 然后把它编织成就是各种各样的作品 对 而且他们很有就是 改变世界的这种动力 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叫做 中泽启治 对 这个漫画家 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赤脚阿元 哦 就他 对 因为他是曾经经历过和 就是那个 圆报 圆报 所以他就是画了这个赤脚阿元 其实真的是影响日本 甚至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漫画家 对 他不是在就是 就是说日本多可怜多可怜这样 他是 他是在站在就是说 日本非常 做这件事非常过分 需要反省 对 可是人民是很无辜的 对 对 对 这样子的角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漫画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双宇座的个性 对 就是他很有那种 对于未来 其实既有很大的希望 对 就是觉得 他可以用他的漫画去改变 嗯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阿米尔汗 哦 对 他是一个很棒的 我很喜欢他 就是印度的一个演员 对 对 他接的戏也都是非常非常有 就是 挤发性的 对对对 教育啊 对 然后文化就是 反对性别歧视 对对对 还有宗教的就是 介入政治这样子的议题 所以他们如果要成为 艺术方面领域的专家的话 是不是都很有使命感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使命感是 不像是水瓶座那种 就是很超然的 嗯 他其实是比较入室的 嗯 去用他们的作品去改变 嗯 对 还有一个马奎斯 哦 马奎斯就是那个 百年孤寂的作者 我知道 哦 他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 双鱼座的代表 就是他的书 非常的魔幻写实 嗯 所以其实双鱼座是很 很有做梦的能力 嗯 就是他很天马行空的创意 嗯 对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法国的一个诗人 嗯 他叫做马拉美 嗯 对这个作家呢 其实是影响德布希 就是一个法国印象派的 音乐大师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诗人 嗯 他创造一个叫 象征主义的东西 嗯 就是呃 算是用 你看到 就是诗里面 就是会有那种 味觉 嗅觉 各种的 还有色彩 嗯 就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元素 嗯 所组成的 他最有名的一个诗的作品 就是叫做木神的武后 木神的武后 对木神 就是一个 希腊传说中的一个神 哦 对 就是他的 呃 就是音乐的质感 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就是 后来德布希 就是看到这个诗之后 就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交响曲 就是管弦乐曲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曲子 木神怎么写 木神就是 牧羊人的牧 哦 牧羊人的牧 神明的神的武后 下武那个意思 对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 呃 挪威的作家叫易卜生 哦 我知道他 对 他也是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戏剧大师 你看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啊 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的类型是不是很广 对 对 就是虽然我大部分都讲的是 呃 就是艺术家 但是其实你 你翻阅这个 他们的那个 双鱼座的人啊 其实你会发现 各行各业都有 很棒的表现 嗯 包括像季正 就是跑 飞越的领扬 对 飞越的领扬 然后还有王金平 哈哈 有什么你要笑 那你帮他讲 王金平有什么来头 我觉得王金平他 加一个的称号给他 我觉得王金平他 就是是一个很双鱼座的 发挥双鱼座特质的人 就是你不觉得他是一个 很圆融的人吗 哦 他在各种的场合 他不会把话说死 对对对 其实双鱼座的人 他很有这样子的能力哦 就是 就是其实双鱼座 他是变动星座的 哦 什么是变动星座 就是星座 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就是本位星座 就是之后我们讲到其他种类的话 我会再解释 那我先讲变动星座就好 变动星座的人呢 他其实都会有一种双重个性 嗯 对 然后就是很难以预测 嗯 就是他会有点不稳定 嗯 然后他会为了就是融入环境 然后有像变色龙一样 就是会融入各种的环境 嗯 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是像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感觉 那有哪些星座是变动星座 好 通常就是你一听到变动星座 你一定会想到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多样的嘛 嗯 所以还有除了双鱼座 还有另外一个有双这个字的 双子 对双子座 还在给我个提示 还有两个对不对 对 好 那我讲一下双子座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变幻莫测的天性嘛 就是没有话说 嗯 那双鱼座同时也是 但是双鱼座他比较不是像双子座这样 就是会有双面性格这样子 嗯 呃用变动性来适应 内在跟外在的世界 对 然后就是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我刚才讲很多名人 其实双鱼座各种人都有 所以他们可以呃 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上变换自如 对 对 然后呢 他也很有这个天分 就是他比较适合是在 就是做一个呃 很棒的一个执行者 嗯 对 就是当你在公司中 如果你有那个双鱼座的同事 你会发现他们很好相处 嗯 对 就是他们很容易就是会很顺服 有耶有耶 对 可是呢 他们也是有情绪化的一面 嘿 就是他们就是算是还蛮 蛮就是多愁善感的吧 所以就是说 你有时候你会不小心被他们泛滥的情绪 给吓到 嗯哼 对这样子 诶 那那个变动星座是不是还有两个 对 变动星座其他两个 让我猜还有什么 好 你给我猜啊 嗯 给我提示 就是有一个呃 其实他就是这四个星座啊 就是变动星座的四个星座 是有风向 水向 土向 火向 各一个 嘿 对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风向的双子座 嘿 跟就是水向的双鱼座 嘿 对 那土向中有一个比较 他比较不是那么的土向 嘿 因为土向的就是其他的两个啊 就是很很明显就是 从他们的这个就是 星座的特质 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土向 就是非常的坚韧不拔 然后就是事业心是 呃就一点一滴的就是 像是造山运动这样子 很累积型的 嘿嘿 对 但有一个星座 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感觉 处女 对 哦好厉害哦 还有一个是火象的什么 对 火象就是 有一个自由奔放不羁的 射手 对 很棒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 变动星座的特质了嘛 哦 就是他们就是不太 不安于事 然后就是很灵活 很有适应力 其实很多才多艺 但是呢 他们在如果发展不好的话 就是也是很难预测 不稳定 然后很肤浅 怪不得我们小孩 这么的不稳定 又难预测呢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只是参考啦 那其实 重点还是你要把这个 人的个性 就是发挥在好的地方 其实各种事情都是一样 对啊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什么 就是情绪因应也是这样 对啊 凡事都有一体两面 对一体两面 对 好 那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双鱼座的 就是神话故事 什么啊 你该不会连这都有准备吧 当然啊 请问你现在身边 手边有这么多的星座书 到底是用什么钱买的 这个 我之前我就对于星座很有兴趣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好好的来看 因为就是没有一个动机看 对 就是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很粗浅 就主要 就是自己了解自己的层面 禁止于此 我不会看相位 我也不会去帮大家预测他们的命运 对 可是我觉得 我很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 所以就是 而且还有就是你学星座的话 其实你可以对于历史很有研究 因为我觉得神话故事就是人类集体的潜意识 对 就是从神话故事中你可以看出 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创造力 其实这些都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你不可能是当一个画家 但你不了解希腊神话 然后还有就是音乐人 其实很 可以从各种的神话故事 其实了解很多的 就是故事的 就是常常有的一种惯用的走法 对 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对那双鱼座的 他的神话故事就是有一个 就是你知道那种希腊神啊 他们就很喜欢就是一直开宴会嘛 饮酒作乐 对 没事干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宴会上啊 就是宙师办的宴会 对 然后就是忽然有一个 魂王叫提风 什么是魂王 魂王就应该是一个混蛋的王 自己乱讲 对反正你知道提风 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台风 提风什么写 提就是一个土在一个市 哦 对 提防的提 风 风是丰富的风 那只是翻译而已 可是有另外一个 那个 翻译叫台风 哦 对 其实我们说的台风 其实就是 它的字缘就是这个提风 真假啊 对就是 因为它这个神呢 就是它这个魂王 它就是长得就是像是一个怪物 然后它的手脚是蛇 对它很多人都说它是风的具象化的怪物 这样子 对它突然降临在这个会场上 所以众神就大惊失色 它是不请自来 对对 然后就是像那个宙师的老婆 正宫啦 因为宙师它也是很花心 有很多老婆 对 然后它就是很多小三啦 然后天后希拉 它就变成一个白色的乳牛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要变啦 反正就是可能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不容易被吹走 就是用障眼法吧 对 然后就是立刻就 就是变成忽然 全部都变成一个动物大会 然后还有什么 阿波罗变成一个毒鸭 对 然后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维纳斯女神 还有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其实是 也是小三你知道吗 小 就是他是 维纳斯是当时的他的小三 然后跟那个 就是跟另外一个神 生了爱神丘比特 对 他们两个呢 就变成了 就是其实是维纳斯女神 维纳斯女神的这个维纳斯 他是罗马神话中 把他叫做维纳斯 可是在希腊神话中呢 他的名字叫做 那个很长 我要看一下 其实你讲错 也没有人知道 哦 知道 来 好 维纳斯呢 他的希腊的神的名字 叫做爱弗罗带帝 很难 对 然后呢 他的小爱神 他的就是丘比特 他的希腊的神的名字 叫做厄洛斯 对 我都不太熟悉 但他们两个就是在 掌管爱 就是情爱的相关的神 美跟情爱的神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 一只鱼 两个人变成一只鱼 就是先是那个 就是 妈妈 妈妈变成鱼 然后他把 因为怕跟小孩走散 所以也把小孩变成鱼 然后因为为了怕走散 所以他们有 中间有一条绳子 绑着 对 就是用 就是连着他们的鱼的尾巴 哦 对 所以呢 你从就是那个双鱼座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 他们会因应环境去改变 哦 对 就是你看有一个 很混乱的场面 他们就变成鱼 但是他们变成鱼 就是是两 因为是两条鱼 那两条鱼 如果要同时游泳的话 你会觉得会怎么样 会有点纠结 对 会有点就是 如果你要朝东 另外一条朝西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点 有以不定 对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这个 双鱼座的特质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 就是 他们会很 有以不定 很不稳定 呃 说不稳定 就是他们其实不了解 自己想要怎样 他们有一种 哇人家讲的这么的 这么的没有主张啊 对 然后呢 你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其实你也可以发现 他们的个性 就是真的是 很矛盾 因为像我之前讲到水瓶座 不是他 他也是两个守护星吗 我考虑你是哪两个 那个啊 有没有一点忘记了 海王星 不是 海王星是双鱼座的 啊 你刚刚是 不是说双鱼座吗 我现在考你的是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水瓶座 我怎么可能记得 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诶 我还讲两次 我拿 我讲 我录完就忘了 你讲 土星 跟天王星 因为土星是很展望 就是业力的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守旧派 然后呢 天王星是很创新的 所以是不是很矛盾 对 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就是双鱼座身上 双鱼座的两个守护星 一个是木星 好 木星是一个很扩展 就是算是 你知道就那种 就是 有点像是你想象是一个 成功的人 他版图 事业版图很大 对 他是一个乐观 然后很有好运 然后很有信念 然后自己的哲学性很高的 然后呢 也是一个充满希望 很丰富 知识很多 然后呢 很有创造性 很慷慨 很宽厚 这样子的一个神 感觉很不错耶 对 就是如果 有人说 如果你的木星 落在哪一个工位 就是譬如说 是你在你的事业工位的话 你就会很 就是事业就会不错 这样子 哦 原来如此 对 可是如果他的工位 是发展不好的话 就是在 做在比较不好的心的话 那可能他会变得浪费 哦 对 就是因为你很慷慨嘛 然后你 你过分的话 你就可能会浪费 就你啊 对 所以我的木星不太好 对 然后呢 他很适合当的是慈善家 或者是成功人士 就是你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都是比较偏向正面的啦 木星 就是他很为别人着想 为大家好耶 对 对 他就是一个很快乐 带给大家很快乐的一个印象 有 有 对 可是呢 他的另外一个守护星 我觉得是比较主导 就是双宇宙的个星的 很重要的一颗星 就是海王星 海王星 因为他是有点 就是离地球很远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 好像是无形中的 嗯 对 所以呢 他的这个 呃 这个行星的意象呢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幻想 嗯 幻觉 而且是走潜意识的 嗯 对 然后呢 很浪漫 爱情 可是那 那个爱情呢 是有种无条件的爱 哦 对 就是他很牺牲奉献 然后呢 逃避现实 嗯 然后发展不好的话 会让人容易上瘾 嗯 对 上瘾就是像我那样 买CD的那个购物欲 就是受到海王星的影响很大 你不是说他离很远吗 怎么还影响这么深远 所以我不自觉的上瘾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力量 就是会让你不自觉的走向一个 好像很执迷不悟的一个阶段 我想要对那个海王星 射一个飞弹 哈哈哈 你改变不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长城的飞弹 可以射到这么远 嗯 然后呢 他自欺欺人 嗯 心醉神迷 嗯 然后很敏感 嗯 然后呃 就是常常是以受害者自居 海王星怎么这样子啊 对 可是他很有迷惑力 所以他 你看他就是一体两面 就是因为你很牺牲奉献 嗯 所以你就会变得是呃 很有影响力 很有魅惑力 嗯 但那个魅惑力是无形的 就是他很适合是做像呃 灵媒啊 或者是那种 嗯 其实催眠 然后或者 教宗 对 你知道吗 有一个双语座的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 不能说伟大 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 一个人啊 嗯 就是麻原彰皇 哇 你知道麻原彰皇是谁吗 我知道啊 就是那个 奥姆真理教 对 那个毒气事件 对 他就是双语座的 然后还有一个人 真的很有那个魅力耶 宾拉登 哦 而且你知道宾拉登居然跟腾子不乐雄 是同一天生的吗 他们两个完全发展不同路线 3月10号 可是腾子不乐雄 他也有魅惑力 但是他的魅惑力是 就是给你很多梦想 对啊 对对 可是发展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像宾拉登这样子 哇 太有趣了 所以我看到 我就是做这个研究之后 我就会发现 哇 好多好多很有趣的事情 还有像那么鬼太郎的那个 就是作者 他叫水木帽 他也是这个星座的 哦 对 就是他们很有创造力 但是他们就是也是会 如果发展得不好的话 就是会让人 就是一步一步的迈向一个 毁灭 对 而且是让人就是 好像有点催眠大家的感觉 深渊 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以前的传说故事 就是有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有一个吹笛的人 会带着一群小朋友到水里面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那是什么故事 就是他一开始是说 他因为有一个地方 就是老鼠很多 所以你说哪一股国家 我忘记欧洲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就是 他说他可以吹一个笛子 然后可以把这个镇上的所有的老鼠 都赶到水里面 然后呢 他就真的做到 但是他有就是要求村人 就是给他一个报偿 就是一个报酬 可是后来村人反悔 所以他就是吹了笛子 就是把所有的小孩 都引到水里面 对 他就消失了 小孩也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海王星的力量 他发展的比较不好的层面的话 会集体的让人类 会变成一个邪恶的吹笛人 对 对 是这样子 好 OK 好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 双鱼座的正面性格 跟负面性格 好 正面的话 他就是很慈悲 所以呢 他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从事 神秘学跟宗教的 一个 一个星座 可是他真的要 就是为人向善啊 对 就是要发展的好 就是我觉得真的都是 一体两面的 像那个 就是 麻原彰晃 他可能真的也是 觉得这样对大家比较好 对 他应该也是有这样子 宗教 成立宗教的人会有一种 有一个使命感 对 有一个使命感 可是就是他是 走火入魔的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正面的 还有像 他很牺牲奉献 然后很仁慈 心力很柔软 很有同情心 怜悯 对很多事情是很虔诚的 对 然后呢 他们很会有内省的能力 对 还有很体贴 浪漫 直觉性很强 很有想象力 所以创作的人很多 然后呢 情感很丰富 很容易跟人家心灵相同 所以我觉得双鱼座 如果是很好的双鱼座的话 他很适合当心理治疗师 对 还有就是执伤师 对 对 对 你看 我觉得蔡康永就是在这一方面 是做得很好 对啊 他的情商系列书 对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他很懂你 对 然后他会讲出很 就是打中你心里的话 对 对 对 好 他很谦虚 很谦逊啦 然后很温顺 这是正面的个性 可是负面的话呢 就是他很敏感 有时候太敏感的话 其实你会很难跟他相处 对 对 其实我们巨蟹座也是有很敏感的特质 对 所以我很能了解双鱼座为什么会有发怒 对 对 然后呢 他们很单逆于幻想 对 然后很消极 逃避现实 好 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像 其实双鱼座很容易成为别人的小三 对 你知道陈子玄 就是之前跟那个 就是高国华 对 他就是双鱼座的 陈子玄是双鱼座 原来 对 他其实不是恶意要当人家小三的 可是他就是无法 就是 他无法控制自己 就是他很受不了诱惑 就这样喇鸡了 对 对 然后但是就是很消极嘛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有点逃避现实 然后还有珍宝一也是 对 他们都不是坏人 但是他们是傻女人 蛤 傻女人 我听成傻女人 傻女人 他们之前 像在茅宝一之前 也是很容易小三嘛 就是不小心卷入那个黄子椒 跟那个小S之间 对 但我不能说 只有这个星座有外遇 当然啊 不能这样说 对 但是就是这个星座的人 你知道他 他就是 在感情上面 他的 不忠 其实有时候不是 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 因为他其实很有同情心 所以他应该不会做 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是他就是不小心的 他是无法自拔的 哇 对 然后呢 你讲无法自拔 感觉非常的失忆耶 对啊 还有伊能静也是 什么 他不是大名鼎鼎的偷吃王吗 对 对 你看情不自禁 就是在这个写照 好 我觉得其实我能同理 这样的心态 因为其实他们就是 无法control自己 对 因为我自己也有 这样子的可能性 就是 但只是我不是在 情感上不忠 我是在 对于金钱上面 就是对于家庭的责任上面 我不忠 对 你被判了一个铺满 对 没错 这个很不错 的那个形容 对 然后呢 因为他很逃避现实嘛 逃避现实的人 就很容易被诈骗 对 所以他很容易被骗 然后 比如说什么样的例子 我们有认识一个双语座的人 就是 他是主管 然后就是 就是员工想要被加薪 然后就求他 他就会说 哦 好啦 对 而且他就是明明就可能 公司才最近有一笔大开支出去 其实不太适合 就是在帮任何人加薪了 对 只是因为刚好他那个员工有问 对 然后也想要就是争取一下 他其实心里觉得 不要啦 可是还是说 好啦 对 所以他们很被 很容易被剥削 对 但是他们人真的很好 就因为他们很体谅别人嘛 所以就是会 但是如果是发展的不太好的话 就很容易 就是变成一个 没有锋芒的善良的人 太善良了 对 连我这个母羊 都是想要为他抱不平了呢 对 然后呢 因为他们对于就是很浪漫 所以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对 所以他们对于就是细节啊 跟就是时效 很没有概念 我真的是很这样子的人 对 你非常爱迟到 我很爱迟到 然后拖延 但是是以前 现在真的越来越好了 对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 自己的自我觉察之后 我就会 尽量就是避免这样的状况 然后呢 他们很容易背信诺言 背信诺言 就是背 背弃别人的诺言 跟别人达成的协议 对 然后呢 他的罪恶感很重 所以呢 他 因为他背弃人家的诺言啊 你要怎么样得到 双鱼座的人的钱 就是你让他有罪恶感 就是 你让他就是觉得 想要补偿什么 你就可以 拿到他的好处 这不就是 刚刚那个主管吗 对啊 就是让他有一种 想要补偿别人 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 会很容易觉得 啊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那你就咬着这个不放 他就会慢慢的 走入一个 就是迷雾症 我好像抓到了 双鱼座的弱点 对 对 但是 因为我说双鱼座的人 他很多变嘛 所以他其实可以 适应的很好 他可能可以改变 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个性 可是你可以从很多 其他的事情上面 发现他的真实的想法 譬如说我们有认识一个双鱼座 他是一个就是 算是领导能力很高 的一个人 可是呢 其实他的文字呢 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发散 就是他其实是 你要怎么样观察一个人 是不是他的本质 是不是双鱼座 其实你就会看他的日记 或者看他的 就是算是FB的文章 如果他其实是讲话 很没有重点 就是东讲一个西讲一个 像是在漫游一样 漫无目的的 在mama的那种 其实很容易 其实他就是双鱼座的个性 天啊 全世界的双鱼座 都要烧日记了 对 风花 风花雪月型的人 对 然后呢 他们的想法很不明确 对 就是 其实你跟他沟通起来 你会觉得 有点累 对 就是无法掌握到重点 可是我不觉得 有的人是很有逻辑的啦 不太认同这个 对 但是他那个可能就是 他用了他的适应力 去适应很多 所以 所以你看 像我刚才说 王金平 他是很双鱼座的 是因为 他常常就是 不把话说死 对 他讲话模棱两可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想法很不明确 在这里 然后呢 他其实很犹疑不定 就是 我要不要选总统 我不要选 欸 你要被 你要被约喝咖啡了啦 不会啦 我们台湾是很民主的社会 我相信 对 然后呢 他很不堪诱惑 对 很容易上瘾 对 然后自欺欺人 然后呢 他 因为这缺点讲太多啦 没关系 没有人要听了啦 没关系 然后呢 他们的爱的东西 爱的东西 就是他们常常 喜欢的东西 对 喜欢的东西 就是浪漫 艺术 然后音乐 电影 跟海 好 然后这以上的东西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我第一张专辑就是 跟海有关 爱心海 对 你看我真的很双语 对不对 你真的耶 我的内心很双语 你真的很水耶 然后我很重视艺术 所以就是 我会为了艺术 牺牲奉献 付汤导火 对 把我的钱都拿去投资 太可怕了 你干脆跟音乐结婚好了 还不错 我觉得我会过得 一个人的生活 过得还蛮 蛮丰富的 我也这么觉得 对 然后呢 他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刚才说的细节嘛 实现啊 还有时效性的东西 然后还有现实 跟他们很不能够 接受自己 说出重伤别人的话 就是他们不太 轻易土肉争言 怕伤害别人 对 可是你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善良啊 对 因为你是一个 还蛮直爽的人 对 为什么你讲我 就是因为你是火象 所以你是比较 就是会 一语重地的讲 所以你跟双鱼座 讲话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就是 稍微包装一下 就是不要就是 如果你有老板 是双鱼座的话 你不能够直接就是 说一个中言 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 无法接受 哦 好像是这样子 好 我会留意的 对 如果双鱼座的人 成为父母的话 他们可能会是 怎么样的父母 嘿 他们会比较就是 对于小孩 其实是很愿意付出的 嘿嘿嘿 对 很有爱心的 然后呢 他们很敏感 所以可以察觉到 小孩的心情 对 这是好的一面 可是坏的一面 是他们常常会 视小孩为自己的延伸 所以呢 他们就是会 容易就是忽略 因为小孩是独立的个体 哦 对 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很重视艺术 还有就是品味 教养 所以呢 他们就是会 就是比较愿意投资小孩 学很多的艺术相关的东西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有双鱼座的父母 其实家庭的那个 氛围 应该会是还蛮 可乐的 对 可是要小心的 就是可能会 他们也有歇斯底里的一面 对 像我认识有双鱼座的 就是他 他平常真的很好相处 嗯 可是他只要是 你触到他的点之后 他的那个暴怒啊 嗯 是你真的会觉得 很很傻眼 然后呢 双鱼座他会 有时候他会把自己 就是变成是 觉得别人应该也要 跟他一样 所以呢 他就会 像我们有认识一个 双鱼座的人 他就是会 以前他很喜欢 一个环境 他就会 就是当他毕业之后 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 别人已经离开这个团体 他就一直都没有 哦 他还是很怀念 过去美好的日子 对 所以他就会一直用 就是说 你们让他忘记了 以前的美好了吗 可是会给人家压力 对对对 对 会耶 对他们会忘记 别人是独立的 对 别人是 就是现在的生活 可能是不需要这些 嗯 对 有没有讲中你 然后讲中的话 其实你也不要 就是太难过 因为其实你们是 无意识的 对 我就说双鱼座的人 是无意识 会这样子发展 对 然后如果他们是 子女的话 双鱼座的子女 他们很容易做白日梦 对 然后呢 就是他们很需要一个 让他们自意想象的一个环境 和空间 对 所以呢 其实我是双鱼座个性的人 所以我不太喜欢被管束 嗯 对 当然就是你很多新作都是这样 像射手座也是 对啊 对 可是双鱼座的画 它并不是只是 呃 言行上面的管束 对 它是比较想要就是 有一个 自由挥洒的一个空间 是创作的 像譬如说 我说我演小时候 我在数学课本后面 我就开始 就是直接跌入 单逆幻想中 我就开始画画 嗯 但是如果是那个老师 他是会说 好啊 你做完作业 你就可以画 嗯 那我就觉得很快乐 就如鱼得水 对 可是如果老师 他是说 就是很古板的 就是说 呃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 就是超出常理的事情 那我就会很受处 对 就是会觉得 我的这个创造力 被抹杀了 对 对耶 对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都还没有讲到任何音乐 而且你一个音 都还没有开始弹 开始弹了 好 那我刚才都在讲 就是一些名人嘛 但是我还没有讲到一些古典音乐家 对 古典音乐中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都是双鱼做的 好 因为创作就是很需要 很丰沛的想象力嘛 对 所以呢 你看哦 韩德尔 我知道 就是哈雷鲁亚的作者 对 那 他的作品呢 其实也是有包含各种的 那你会发现他很多神剧 所以你看 他对于神秘的东西 是不是也很感兴趣 对 对 然后还有呢 维瓦地 维瓦地就是四季小提琴写奏曲 对 你看他对于写景的能力 是不是 其实非常浪漫的 对 对 然后呢 他其实有一个四季 就是他有被称作红发神父 就是 他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嘛 然后他在威尼斯这个地方 就是 有一个孤儿 他到一个孤儿院 就是免费的教这些孤儿院的女生们 就是音乐 所以他就教他们拉小提琴啊等等的 那他就创作给他们 对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音乐家 对 就是发挥了双语座的同情心 对 那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典型 叫做拉威尔也是 拉威尔是谁 拉威尔是印象派的作曲家 就是跟德布希一样都是印象派的作曲家 那 拉威尔 他虽然说常常会被人家戏称为就是 像是钟表一样的精准 感觉很不像是双语座的特质 可是其实他很重视的是一种氛围 就是像譬如说 像印象派最重要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米拉美的诗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音乐中 让你好像闻到味道 然后看到颜色一样 然后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玻璃路啊 他其实就是好像你会感觉 如果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不断地被他催眠 你弹一下 我知道 对 这首 就是他这个旋律啊 就是一直重复 然后有点阿拉伯的色彩 有有有 对 然后就是 但是他会一直越来越高昂 然后最后在一个很昂扬的地方结尾 很像是 我觉得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性爱 真的 我跟你讲 你听那首歌 你很像是前戏很长的性爱 我其实有点高兴 你这样形容性爱 前戏非常长 但是你只要耐心的听下去 最后你会有高潮 我不知道归如何回应你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阿 这样我这一集要受成儿童不已吗 没关系吧 然后他有一个叫做老约翰史特老师 我知道 对因为史特老师他们是一家人嘛 就是有小约翰史特老师 然后老约翰史特老师就是那个 维也纳音乐节一定都会听到他们父子的作品 这样子 对 你看他各种类型都有 还有一个叫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那是什么啊 什么也种像食物的名字 大黄蜂的飞行 对 的作曲家 好 那还有就是最近过世的傅聪 他是钢琴家 然后好 我讲到傅聪 为什么要讲傅聪 因为傅聪他是被公认为最会谈肖邦的人 对 那肖邦就是我今天的主角 终于终于来到了主题 对 双鱼座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 非肖邦莫书 为什么 因为肖邦他的作品 我只能说太浪漫 太失忆了 他就是一个双鱼座的个性 他有什么名曲 他太多了啊 夜曲 他其实他这个作曲家 虽然说是浪漫乐派的一个作曲家 但是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 他几乎都是以钢琴为主要的创作 他只有就是一首那个大提琴三重奏 是有别的乐器 然后还有就是钢琴协奏曲 两首钢琴协奏曲 有管弦乐器 其他通篇都是钢琴 可是呢 他真的是钢琴的灵魂 我只能说就是他 他完全 他的作品 如果你把他就是改编成其他的乐器 就真的是失去了那个原味 因为他真的是钢琴的灵魂 对 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误会他只是一个很沙龙派的 就是 就是好像只是很表象的华丽啊 浮华那种感觉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 有他的乐念 他的主题 还有他的就是 这个创作的那个思想是非常非常高端的 对 就是像那个就是舒曼 他有曾经说过他 呃 小邦是花丛中的大炮 花丛中的大炮 对 他的旋律是非常非常优美没错 可是他其实里面是 暗藏着很多很多 刺刃 爆发力吗 对 他不是只是很阴柔的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阳刚 比如说他有那个波兰舞曲 就是因为他是来自波兰嘛 然后他很爱他的祖国 可是他后来到法国 生活 但是他 他回不去他的故乡 因为他的故乡被侵占 就是波兰的历史非常的乖传 悲惨 对 就是常常被列强就是 并吞嘛 对 像苏联之类的 对 然后他就是很爱国 所以他就是用 譬如说他的那个革命练习曲 就 就是发挥了他这种 满腔的爱国心 对 那他的作品呢 就是 你可以说他 就第一个特色是通篇钢琴 第二个特色是 他非常非常 虽然是浪漫派 就是他的情感是很丰沛的 所以他很能够就是用钢琴去抒发他所有的七情六欲 包括快乐悲伤 很丰富的情感 可是他的题材上面都是很古典的 就是很有就是标 他不是标题音乐派 他是绝对音乐派 什么东西啊 你在说什么呀 标题音乐就是我 譬如说我今天做一首曲子 叫做就是 快乐的早晨 这叫做标题音乐 但是如果是古典就是比较绝对音乐派的话 他可能就是叫做奏鸣曲第一号 然后就是 用标号 对 那其实肖邦他是都是几乎没有标题 他都是像是 就是像夜曲 好就一号乐曲 二号夜曲这样子 然后还有叙事曲 然后挥鞋曲 还有练习曲 还有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他的前奏曲 对 还有奏鸣曲 各种 他非常非常多 好 可是我跟你说 他其实 我真的觉得 如果这世界上只留下一个作曲家 我要听的话 我第一个会留下的是肖邦的 为什么 因为肖邦的曲子呢 我真的觉得是百听不厌 而且他里面的情感是非常多样的 像他的练习曲啊 并不是说只是技巧性的练习 他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像譬如说那个 这个就是他的离别曲 对 他竟然是练习曲 对 他是在练习的是他的情感上面 所谓练习曲的意思是说 他用来练习的 就是他给人家 就是在每一首曲子中 会练习一个钢琴的技巧 譬如说八度啊 或者是半音阶 或者是什么三度下行 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他 这是他自己命名的吗 就是他的曲子都没有标题 就是练习曲第一号 那是后人帮他归类的吗 对 譬如说像黑剑练习曲 就是 其实是他不是他自己下的标题 是因为他就是很白明的 就是他全部都是黑剑 所以叫黑剑练习曲 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革命练习曲 就是他是在练习的是 左手的快速音曲 对 因为他很难 所以我没有练习 所以我不敢弹给大家听 可是呢 其实如果我要留下最后一个作品 就是只有一个作品 就是附冲的选择 附冲他说 他如果留下 只留下肖邦的一组作品的话 他会留下的是前奏曲 为什么 对 因为前奏曲呢 它是一个题材非常的即兴 多样的 而且就是很多 它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有很长的曲子 也有很短的曲子 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是诗集 那前奏曲是什么 其实它很开创性 它就是不是说 就是一定是要附属于一个作品的前奏曲 它其实是一个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东西 那其实它为什么叫前奏曲 是因为它来自于 就是跟他的偶像 就是肖邦他其实受巴哈的印象很大 那巴哈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 叫做十二平均率 我知道 对 就是用二十四个大小调来创作 然后呢 它这个每一首创作 就是每一个十二个大小调 其实它都是有两个作品 每一个调都有两个作品 就是前奏曲跟一个副歌 诶等一下哦 你刚刚说十二个大小调 又讲二十四个大小调 到底是哪一个 就是十二个大小调 加起来是二十四个 对不对 十二个大小调 因为十二乘以二嘛 大和小对不对 所以是二十四个 这样子对 好那就是巴哈他就是每个作品都有一个前奏曲 然后他就是用调性来区分 所以就是肖邦就以这个概念 为他的偶像巴哈致敬 所以他这个二十四首前奏曲 也是用每个大小调 总共二十四首 但是这二十四首呢 有很长的作品 也有很短的作品 然后他其实没有标题 可是就是后人因为实在太喜欢这个作品 所以就给他很多很多的想象 譬如说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 叫做雨滴前奏曲 就是 像雨滴一样的声音吗 对 哇塞 你现在翻这个谱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难耶 我不会弹全部 我只弹稍微一点点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 就是很浪漫的人 你会听到一个 就是一直 这就是他的雨滴 雨滴声 对 好 这个是他整个作品中 算是我比较少数可以弹的 就是比较简单 好 但是我今天想要介绍的 他其中一个作品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对 他是一首就是 一小调的作品 对 就是 他是第四号 就是前奏曲第四号 好 那这首曲子 因为他也没有标题 所以呢 我不能够跟大家讲 他的情境是什么 可是呢 有很多人就是 自己想象的主题 就是像有一些钢琴家 有为他 就是想象一个画面 其实很多人的想象是什么呢 是 墓地 墓地 坟墓 对 他是一个很悲伤的曲子 对 但是呢 我觉得他那个悲伤 其实不一定是死亡的悲伤 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点种 单溺于幻想 然后是 一直不断地沉沦 下去的感觉 所以你等一下听到呢 他会有一个 不断地在左手 在弹的那个左手的 那个和弦上面 会有一种 一直下沉的感觉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那个 咒言 对 他其实就是 有点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我会挑选这首曲子来分享 是因为 我觉得双鱼座的个性 他很容易就是沉沦 就是一直不断地沉醉在一个情境中 一段感情关系里面 对 我觉得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双鱼座性格的曲子 对 好 那我就分享这首 第四号前奏曲 你要整首弹吗 嗯 就是 对 因为它不会很长 所以就是我会成首弹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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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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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其实前面都是非常非常慢 然后是一个很情感流动的感觉 可是他后面有一段 就是忽然变得很强烈 对其实就是双鱼座那种 就是他的感情忽然整个泛滥开来的感觉 而且你听到他就是 但是一开始一直都是我弹那个左手 是 好 我只弹左手的话 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什么 他不停的往下陷落 而且他不是马上的陷落 像比如说我们说很多曲子 他是像比如说身影少女的主题曲 是不是他很快的就是 对 可是我不会有那种陷落的感觉 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很顺理成章的往下的感觉 他不是说像刚才这首曲子 是他一直不断的在 好像刻意的在这样 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矜持 他想要hold住 他想hold住自己的心情 所以呢他不是马上陷落 他是其实都是 你会发现他其实都是 有一个音在移动 然后之后下一个音 并不是同一个音在移动 他跟别人的音在移动 他其实是不断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好像就是你说的无法自拔 对他是海王星的力量 就是让他是无意识的 在牵引他 对 所以当他流动到最低的时候 他整个爆发开来的时候 是他无法掌握的 就是人家不管啦 我就是要爱 可以说爱情 也可以说是各种幻想 或者是他的就是 因为你看就是肖邦他其实很 他的就是爱情上面啊 就是他跟一个叫做 乔治桑的一个作家 一个女生 但这个女生他 被人家戏称为男人婆 对 那他为什么会受他吸引 可能就是因为很互补吧 因为肖邦是一个很敏感的个性 所以他很需要就是有一个比较开朗的 带着他就是 有点像是我们的组合 我觉得有点像 对 那我以前常常就是 你很多愁善感 对 就是我以前的个性 这本质还蛮肖邦的 那如果我钢琴可以跟他弹的一样好 那就太好 别想都别想 对 那其实肖邦在做这个前奏曲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外道 叫做马略卡道 那他就是跟那个乔治桑一起就是在住一个度假的一个小屋在创作 对 然后呢 他就是 事实上就是历史上面其实无法证明说 他整个前奏曲有多少曲子是在这个小岛上创作 但是其实就是这一段时期 是他身体是还蛮残弱的时候 对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他整个作品呢 有很浪漫的东西 很轻盈的感觉 但是也有很狂暴的 很像是就是心里很多无处发泄的愤恨 对 然后后来这个他跟乔治桑的感情也走到终点 所以呢 他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郁闷的 所以他最后晚年 他只活了39年 对 他39岁死掉的时候是 非常非常就是 身体不好 很不好 就是他的体重掉到45公斤 哇塞 你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啊 有看一些书 他是有量体重跟你讲是不是 没有跟我讲 历史学家讲的 对 对 然后呢 我为什么会想要讲这首曲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是无法自拔的力量 对 然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他想要适应这一切 对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他的右手呢 就是他其实是一直想要 你会有一个感觉是 他 他的一个音 然后 会往上爬一下 然后呢 之后 又掉下来 对 你看 他都是同一个音 就是这个C 但是他就不断的 哇塞 然后但是 但是他无法继续下去 他就会 好 他就配合这一切 然后 好 这个终于他有一个 比较像旋律的东西 嗯 好 然后这里 这里是一个 就是心情的一个 留白感觉 就他整个 左手都没有东西 只有右手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这里有一个 很棒的变化 这个终于有一个 大调出现了 这个是大调 但是只有一瞬间 我觉得 好像婚外情哦 有一点 但是肖邦不是这样的人 他没有婚外情 可是他就是 很无法接受 就是 乔治桑 就是对他发脾气 对 因为乔治桑 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 曾经结过婚的人 所以他带着他的小孩 他的儿子 一起跟肖邦 谈恋爱 对 那可能他一些家庭的问题 其实有一些牵扯 所以肖邦很 非常的 善感 他就是可能 他就是可能 跟他大吵一架 对 这样子 然后其实 你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 好像讲的是你邻居一样 还好啦 超太大声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就是很了解 但是就是大概的方向 是这样 对 那 其实这首曲子 因为他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很多后人 就是音乐家 就是 善感的音乐家 都很喜欢 就是用 拍这一首 对 用这样子 没有 就是用这样子的基调 去创作 比如说 像 罗密欧与朱丽叶 就是1996年 就是 李奥纳多 他演的 皮卡皮歐 不是皮卡丘 就是 他演的 你不用讲这个 他演的那个 对 他演的那个 罗密欧与朱丽叶 有一首 就是Radiohead 他有创作一首曲子 也是 就是用这个曲调来做 就是基底来做 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是 你还记得我们 音乐人间观察室的第一集 谈到的是什么曲子吗 就是那个 酋兵的单音什么什么 对 单音声巴 好 那我现在终于要回归酋兵 因为酋兵 它其实是一个 它是水瓶做的 对 那水瓶做就是 它其实是很多样的 它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多 那它其实很多都是在 就是会结合很多 就是音乐本质的东西 就是譬如说像玩单音声巴 玩单音的东西 然后它也很喜欢玩这样子 就是 就是用古典的 的那个元素 去加入它的创作中 所以呢 它也很喜欢这一首 就是肖邦的前奏曲 第四号 所以呢 它就做了一首曲子叫做 Incent 其实它那个葡萄牙 我不会念 但是它有改变成 一个英文的发音 就是英文的曲名 叫做How insensitive 就是何等的冷漠 的意思 对 那我稍微念一下 它的就是 葡萄牙原文翻译的歌词 好 对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怎么样的情境 它这首曲子 它不是以双鱼座的 这个情人为出发 它其实是 有一点像是 我是一个双鱼座的 我是爱上双鱼座的人 但是我对它就是 就是很冷淡 所以呢 我在检讨我自己 这样子的角度 就觉得对不起双鱼座是不是 对 所以它觉得它自己很冷淡 好 所以呢 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的 我真的做了一件 轻率的蠢事 粗心大意 让如此纤细敏感的爱情 让你的爱受伤害而哭泣 为何我是这么的软弱 如此的无情 从来不曾爱过人的我的心 不值得接受爱情 来吧 心啊 竭尽诚意 维持理性 好 这一句我觉得很特别哦 为风波种的人 将会创造风暴 理性如此说道 我觉得这一句还蛮美的 为风波种的人 对 会引起风暴 对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在情绪上无法控制的那种爆炸性的那种心感泛滥的感觉 所以就有台风呀 对 好 那最后一段是 来把心啊 寻求调解 寻求一颗恋爱的心吧 只因为从不寻求调解的人将永远不知如何祈求调解 等一下 最后一句再说一次 好 只因从不寻求调解的人 嗯 将永远不知如何祈求调解 很深对不对 对 什么意思 就是 我看一下 不知道怎么 哦 从来没有去寻求别人的调解 这样的人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祈求别人的调解 嗯 这好像是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我的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没这样做过的话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爱上一个双语座的人 他的心神 就是他会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对不起他 但是你也可以 可是你没有请他原谅你 可是你也 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 可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想像是一个双语座的情人 因为他自己就是 我刚才说过他很有 会很有罪恶感 对啊 我觉得蛮像双语座本人会写的词耶 对 就是他很敏感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这样子还太冷漠 也有可能 对 对对对 对 那其实就是求兵他就是用这一个曲子来向这首曲子致敬 所以我现在谈这个求兵的曲子叫做 How insensitive How 好 好 感谢观看 对 你会发现其实很像 对不对 对 你看啊 C 那肖宝是C D C D C D C 好 这个我刚才立刻就接到 球编的版本 他其实C 球编是 D C D C D C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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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面就不一样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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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就变得很Bassanova的 就是会接着和弦比较 比较outside 一点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什么高潮 它就是淡淡的 可是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无法自拔的感觉 一步一步的迈入一个 好像自责 不断的循环自己的那种对话 对自己的那种责备的感觉 对 可是他们不自觉这样做 对 这样他们要怎么挣脱出来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要 就是多去 接触一些 就是别的星座的人 就是用别的星座的人的思考 对像譬如说风向的人 就是像射手座吧 射手座我觉得是很值得 双鱼座去参考的星座 因为射手座的人其实他不会 担担于情绪 对 他其实很乐观 所以他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对 那其实你知道吗 射手座的守护星是木星 所以跟双鱼座是共用一个守护星 真的耶 也是木星 所以其实他们的思考 其实有那种很容易去变动 而且他们也都是变动星座 所以他其实可以去学习 射手座的处理挫折的情感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小孩是射手座 其实我坦白说我蛮放心的 因为我觉得射手座的人 他比较不会一直不断的在 就是挫折的那种回圈中 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 跳搓出来 抽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射手座很大的 好的一面 可是他们难缠的一面 就是可能是他们真的实在是太 太不安于事 所以就是说你的 你的伴侣是射手座 你要常常忍受他忽然消失 他会忽然就是说我要去旅行 我要去做自己 对 然后他去 因为射手座的人 也是也很喜欢去思考一些人生的道理 所以他就是会常常很哲学性的 就是会去忽然来一个 就是寻找自我的旅程 对 但是你都能接受这样子的个性 其实你会跟他就是非常的好 除的好 对因为我认识很多射手座的人 他们很喜欢旅行 但他们也很难捉摸 就是常常会忽然间就是消失 或者是就是 你会完全无法琢磨说 没想到你居然现在在计划一个旅行 是我永远想不到的国家 比如说你知道那个 以前我们公司的一个主管 他现在退休了 然后他以前就是很爱旅行 就是一年就是去两大三小 像两个大旅行 三个小旅行 就是射手座 然后呢他 他最近说他要去南极 他这是何等财力啊 对就是射手座的人 只要是晚年退休 他如果他累积很多财富 他会觉得把他花在旅行上面 是最值得的 我也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双鱼座的人 我不是说双鱼座的人 他无法抽离情绪 他其实也可以 因为他你知道他是 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 那个丹尼尔的书 就是他一个叫做 星象源流的书 他有用就是 十二星座就把他举不同的例子 对啊 譬如说水象中啊 就是我的巨蝎是海 对 然后天蝎是湖泊 然后他把双鱼座举例成河流 应该是辟域吧 对辟域 对 那双鱼座为什么像河流呢 就是像他是说 就是其实河流很容易变化 就是譬如说他依据地形去变 对对对 然后呢他如果是 碰到了这个高度很落差很大 他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瀑布 就会变激流 然后就会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就像是爱因斯坦啊 然后华盛顿 就会划破石头 对 他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呢 当他到了一个很安逸的状况的时候 他又会变成像是河流 就是非常非常缓的流动 然后就是他的那种温暖 就是会给四周的田园 很丰沛的养分和土壤 你有够会写作文耶 没有 这个是丹尼尔说的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当他就是季节 就是造成他的情感泛滥的时候 就是雨季来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有造成灾害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河流 他本身其实是 应该算是一个很流动性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改变 是情况改变的 他适应力很强 对 适应力很强 所以我说 就是你可以从 所有的双鱼座的朋友之后 你好像看到了不同的星座 你会觉得他们 好像不像是双鱼座 你有没有这种朋友 像我有蛮多朋友 有 我觉得他不像双鱼座 就是特别的独立 对 或者是很有洞见 对 让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很那种 双鱼座一般柔弱的感觉 或者那个印象 那可能就是他是 发挥了双鱼座变色龙的特质 就是他很容易把自己隐藏起来 那个情绪 但是他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候 他会露出那个 一个比较 比较双鱼座特质的一面 比如说他面对感情的时候 或者是他面对 一个 伴侣 对 或者是他 他面对工作 但那个工作是 他很想要牺牲奉献的时候 哇塞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就是加班加个没完这样子 对 对 但是他那个加班加个没完 他会一直骗自己说 这是对大家都好 你可不可以准时下班 对 像我觉得就是 像是我们最近 就是有认识一个双鱼座的人 他今年的目标啊 就是想要当一个 理直气壮的坏人 对 这真的对双鱼座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伤我的自尊的话 其实我都是很容易 很可以听你的劝 对 我比较不会像双鱼座这么的善感到 就是完全不能够讲 对我比较不会 像我在节目上一直讲我的 就是 而且都是你自己讲的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星座这东西啊 好像就是 我们不要常常用一种 反正我就是这个星座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就是把自己找一个借口 可是我觉得 更好的 更积极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 命中很缺水的人 你就可以学水的善解人意 那如果你是缺火的话 那你就是要学火的 行动力 对 行动力 然后你如果是 就是很 很水的话 然后很没有土的话 像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做事情很不务实 对 你真的超不务实耶 对 我要学土相的务实 对 然后那风的话 风相就是像双子座那些 就是他们很 灵活 对灵活 然后很会表达 对 像我如果是太土相的人 他可能就要学习风相 因为土相的人就是 埋头苦干 对 他有点不知变通 对 可是他应该像是 就是要懂得去长眼观色 然后去 去适度的去表现自己 哦 原来如此 就是要结长补短啦 对 我很喜欢这个结论 嗯 对 所有星座 其实他没有一定的好坏 像我们说 你说 我要收回就是只有双鱼座 其实我没有讲这句话 就是说双鱼座的人 虽然很容易当小三 可是并不是其他星座都不会当小三 当然啊 对 其实每个星座都可能会是 就是有out of control的时候 对 只是呢 就是双鱼座的 这个感觉是比较是 他无法自拔的 哦 对 那其实其他像 像射手座啊 还有我们 我们才刚刚说完的水瓶座 因为水瓶座就是会从 就是其他小三 就是可能会是从 朋友开始做起那种 然后就是慢慢的觉得 哇你怎么 思想跟我这么相近 对 这样子慢慢的就是有 萌生情感 对 其实我觉得每个星座 他都有可能是 成为好的或坏的 嗯 那我觉得只要是 你自己就是发挥了 你的生命中擅长的部分 然后把它朝光明面发展的话 嗯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其实十二星座优点的好人 哇 对 你这是最后一集是不是 没有啦 对 那我今天的音乐部分 其实就 就分享到这里 因为其实 呃 就是肖邦的曲子啊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他真的很多 很复杂的曲子 对 我看那菩萨吓死人了 对 因为其实你说 肖邦的曲子 真的很难很难 嘛 其实也还好 可是你要弹到 就是其实它是很简单的曲子 你要弹到 呃 让人感动 嗯 就是你那个音乐性啊 你要弹到就是 非常非常的 让人动容 连大师们都 都没办法把握 嘿 对 像我最后用 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一样跟肖邦是 一样是波兰人 嘿 所以他就被公认为 就是最适合 弹肖邦的一个钢琴家 等一下为什么是 同样是波兰人 就是最适合 弹他的曲子的人 呃 可能很多人有 就是追求一种正统性 哦 就是会觉得他是波兰人 所以他可以弹出波兰魂 对 就像是 我们台湾人 你弹单压了 像我们台湾人弹就是 呃 还好 然后我在讲这个 卢宾斯坦 可是讲话不太行 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他就说过啊 哎我要讲一个很 很感性的话 好 收回来 他说 其实我收藏了 我收藏了销邦所有的钢琴谱 为什么呢 好可怕 因为我在听音乐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着他那个奔放的乐师在阅读 假装你会弹 呃 我 我并不是说要这样 其实我 我很喜欢看着谱 听音乐 我觉得是因为我可以掌握他所有的乐念 哦 那其实我 哎等一下 你刚刚又讲了乐念 什么是乐念 就是音乐的意念啊 哦 对 就是我算 我有些执法上面 我真的要练很久才弹得出来 或者是要弹了之后放两倍数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呃 我觉得听音乐 然后同时看谱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就像是 有些人喜欢 就是呃 去阅读什么东西 然后他去体验那个生活 的感觉 就是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 把很多东西具象化 嗯 而且听音乐 其实不只是要 只是 研究音乐 他其实要对于 很多文学啊 很多电影啊 都要有了解 对 他也有很多的人生历练 对对对 对 那我觉得 我即使我知道 我自己可能 永远无法弹 小邦很多很难的曲子 嗯 可是我可以成为 懂得欣赏他的人 对 对 特别是像夜曲 嗯 这种就是 他形式上面很诗意 很简单 但是其实你要弹的 让人感动 真的很难 所以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有那么多钢琴家 他都 就是 要 他其实很厉害 他也不敢就是 呃 就是马上的出 所有的 发行所有的 他弹小邦的曲子 嗯 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莫扎特的曲子 嗯 因为呢 他们看起来都是 不是那么难 嗯 呃 我说的不是那么难 是说不是像是 那种现代音乐 这么的技巧上面 就是 超乎人的想象 嗯 其实他从小就在练这些曲子 嗯 可是他要能够诠释出 可以说服他的东西 嗯 嗯 很需要花时间 嗯 对 那我真的很斗胆的去弹了 就是小邦的这首曲子 其实我自己也是练了半天 嗯 我不敢说我真的弹得很好 嗯 可是起码是 我觉得我的感性上面 就是我的感性上面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诠释 嗯 对 确实 对 这就是我觉得音乐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其实音乐有千百种的诠释 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所以跟星座一样 就是 很多星座的书 他讲到什么 就是一个种事情 可是你要去亲自的去跟人接触 嗯 你才可以真的知道他的个性 对 你不能够看书上就说 呃 所有的星座就是这样子 好 没错 因为他有很多 不要看到在柔软体上面说 他是什么星座 你就说啊 他就是那个人 对 因为他有很多层面 嗯 嗯 对 这样子 嗯 好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 你就是 就是从这个内子宫聊到外太空 其实我 我这一集讲的有点点长 对 可是 我觉得 通常第一集都会这样 因为第一集有很多东西想要分享 因为你刚刚跟我说 序论总是比较长 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站了很久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陪你站了很久啊 我也是站着的 真的是辛苦你了 好 好 OK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好 终于 耶 我们要去睡觉了 假课 好 OK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聊咯 嗯 好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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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